那假如 我们刚刚一个物质 它旁边充满了电子 然后它加速转动 它会不会就撞到 想要这件事要怎么做 不知道 真是应该做不到 你说一个东西把 假设这个物质 你说要把所有电子放在中间 你要怎么把电子放进去 我总不会拿捏子把电子移进去 不可能 你要吸引它 我一个想象是 用感应 感应起电 或者想象 我在这边创造一个正电 把负电吸进来 电子吸过来 可是人家创造正电的过程是什么意思 是把电子移走 我可以让它放到不同的电子就好了 什么意思 例如拿个负电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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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时候就一直给你疑问 为什么这个原子壳里面都是正电 但是它不会 这个正电不会因为正正像这个 跑出去 因为有宗子 所以有宗子它就会跑出去 为什么 宗子卡住了 诶 诶 裏面有一种蛮力 缴 蛟 没有蛟 keine poles 强力 它还有一种蛟势 horsepower 这是属于 原子壳里面的结构 有两种力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它 控制了 原子壳 源之间 那个姿势不会跑掉 它还有很强很硋力 你看 我把这个阵链跟这个阵链要拉近 我的拉近的过程都是距离越来越小 那我们知道力量在什么 Fn K R平方 QQ 对不对 这个QQ跟WQ就没关系 这个R平方QQ 这两个带电的东西 小铁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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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铁库 小铁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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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它是边跑边哭 所以眼前走往旁边哭 OK 你看R平方越来越小 我看R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的时候 这力是越來越大的 那这力是相似的 对不对 我竟然可以把这个 两个寺子 在正面的寺子 拉在 擺在一起 我的力量非常非常非常大 非常强硬喔 弱力呢 你看这个中子没有关系 中子擺就没有带电 所以我擺在一起就擺進去 所以控制落力的 控制中指擺進去是落力的 好 在這邊老實說我沒有研究很痛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在某種情況之下 這個原則會穩定 就某個質量比較這個原則會穩定 某些情況之下 譬如再多兩個中指 這個原則就不穩定了 這落力把握這個中指 這中指會怎麼樣 跑掉 中指會跑掉 中指會跑掉 這中指跑掉之後 我們就叫做 這裡叫做 這叫做放生性物質 放生性物質 像右238就是這種特性 它的中指會跑出來 那中指跑出來都帶很亮 它是非常速度 非常快的 而且它有質量 它是非常大的能量 它是跑出來的 放生性物質 所以我們用這個物質可以 比如像什麼 做放生性照射 可以殺死 還細胞 都照出這種情況 都照出這種情況 好 那這中指有能量 而且這能量很高 我拿這個中指去撞到另外一個殼子 另外一個原子殼子 這原子殼被撞到怎麼樣 彈出去 彈出去 會生氣 會生氣 就被撞到之後 第一個 你能量給它了 你會照著它一樣的固定 它多一個中指 第二個是 這能量太快了 它會把這 這都爆炸嗎 好了 如果在那邊舉不可以叫爆炸 好 它這原子就被炸 色就是浮色 它就被炸散了 炸散了之後呢 它跑出更多的中指 它跑出更多的中指 對 跑出更多中指 同時間呢 它會有些質量不見了 質量會消失喔 可不可以物質浮滅 對 物質浮滅在核能反應的時候 不成立 而且質量跑不見了 質量跑去哪裡 能量 跑去能量 這就是 它不可能爆炸嗎 只有爆炸的讓物質浮滅這個頻率失效 所以核能就是爆炸 這是一部分的成立 在這邊 中指中的原子核 使這個原子核分裂 我朋友叫爆炸 分裂 分裂的時候呢 它有一部分的質量 物質不量 物質不量 不成立 分裂是成立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但爆炸不見的是物質 因為我現在爆炸一定成立 沒有沒有 假設我現在 把黑藥放在這邊 包起來 點燃爆炸了 我如果有辦法能力去收你所有爆炸的產生物的話 請問物質有沒有不滅 有啊 對啊 物質不滅啊 物質沒有啊 為什麼沒有 它有些東西拿去燒掉 沒有啊 有 這個爆炸都是化學能 化學能不會破壞質量不見 化學能不會把質量變不見 只有可能的反應會把質量弄不見 質量會在這邊消失 質量消失 質量轉換的能量 是用一奶mc平方 這是安西蘭說的 這不科學 這個 非常科學 所以它也產生非常多的爆炸 如果讓它一直這樣分裂分裂分裂 其實就不這樣 不會 因為物質會有些 因為它出來的中子 它會撞到別的 可以 很容易就是爆生性物質 它容易爆裂人 容易分裂人 這些物質它才會被它再分裂 它並不是所有的原子殼 被撞到另外一個分裂 它是必須這種 比較是屬於放射性物質 它才會被分裂 像我們在核電廠 它也這樣做 它把這個放射性元素 放到那邊 它開始中子跑出來 撞到另外一個原子殼 使它爆 使它分裂 使它分裂之後 產生新的原子 你看 分裂完之後 假設是右 右的原子序多少 121 但是...便是怎樣 多少 127 127嗎 要糊弄我 128 嘔到我 右的原子序多少 battug 63 166 151 是右吧 右在哪裡 右還是右啊 一个金再一个油 油 右 二三八 二三八 二三八是他的什么 原子量 那我说原子区多少 92 我刚拆了一下 谢谢你 所以我假设我这个右被撞到了 我新的另外一个元素 它的原子区是 三十六 另外一个原子 它的原子区是 大概是 三十七 三十六是什么 三十六 克 三十七是如 我只是举个力量 不见得是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个右被撞到 它就产生两个新的元素了 产生两个新的元素了 这时候有一部分的中指 或有一部分的资质 被不见了消失了 它转换的能量跑出来 这能量我们就拿去发电了 好 所以我们的 地球上的核分裂是这样的 地球上不是像太阳分裂 地球上用的是核分裂 就是把方式新的元素拿出来 用中指打过 等一下 那这个能量不是不能控制吗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能控制 你看这个 才是十个中指 又撞到十个原子核 才是一百个中指 又撞到一百个原子核 才是一千个中指 不是 那比较比较比较多 比较比较多 比较比较多 怎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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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像是控制 不能控制 它是不断的反应 怎么控制 很清楚 好像它就很爱中指 然后 放到它反应的地方 它就会把中指都抓过去 然后 中指就不会再互相抓来上去 然后就有安全 是 它就是 男人要放就是可以伸出的 我旁边有一个保护罩 我在保护罩里面 中指打出来 它就会被保护罩吸收了 我如果它加入反应 我反而伸出来一点 它底下就开始反应 互相撞起 就开始反应 一直反应 它就产生高温 那我反应不太高 我就再收回一点 它反应的动力变少 它就这样控制它 那 好 像这样反应 这个完全反应完毕 不行 不行 那就核被料 所以核被料 里面还是有残留的放入 那这绿联 就怎么让它反应高 就是很难 这就是半摔期 你看这个放射性物质 它会有半摔期 就是说假如你在自然界棒的 它经过某个时间 它放射性的量 会变成原来一半 它中指跑掉 跑掉 很奇怪 我现在只有1公斤 我经过了6500年 它剩下半公斤的放射性能处 我再经过6500年 剩多少 剩下0.25公斤 那你会想到 为什么这个前面的半年 就少了 这前面的6500年 少了半公斤 为什么后面的6500年 不少半公斤呢 它是半摔期 它就半摔期 它有什么特性 它一次只少一半 一次只少一半 所以越来越少 会不会容易消失 对不对 你这半摔期 一半一半 假设就是一摸 再用好了 几个 6乘以10的2三四方格 经过半摔期之后呢 现在3乘以10的2三四方格 那经过一半之后 16呢 再经过 你这个2三四方 你光是要 把它变成1格 那几乎是不可能 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很难 好 所以合肥料是产生的 那合肥料呢 如果说加速反应 可能在 靠别的宗旨一直 撞撞撞撞撞 但是很难 完全不见了 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合肥料 好 我们要有合肥料 我们先讲第一个合肥料 我们先讲碳核 然后第二个合肥料 产生了 那你这个合肥料在哪里 假设 在长期 看有没有 这一块黄岛的核子弹 它的核子弹 它的核子弹是什么 是它能瞬间产生什么 爆炸 瞬间 爆炸 很大能量 爆炸 产生瞬间很大能量 因为它就没有控制 那时候原子弹做法很简单 因为它知道 这一坨放生性五指 它就一直不断打住核子 会坐在旁边 会直接打住核子 可是当这一坨是很少一点点的话 它的影响很小 因为它的连锁盘也会很缺略 就刚刚讲的 我不会那么动力 所以我瞬间 把一点点一点点的放生性圆核 同时集中在一起 它的连锁盘也很 马上就上来了 就会很爆炸 不然太大的能量 那它以前释胞都打开 没有 它们可能在沙漠地区做释胞 因为比较牛肉 所以它们释胞很简单 就是一坨一坨 反正就是不见面了 突然间打出来就爆炸 虽然原子弹很简单 做很多东西是吗 它本来是包起来的 这是一坨安全量 这是一个安全量 这是一个安全量 突然间就把那个 旁边的罩打开 让它鼻子见面就爆炸 因为这种种子 没有什么技术啊 那为什么有所谓的 2-3的技术 2-3的技术 2-3技术最难是它们在萃取 因为6-238在子弹界中 它们单级6-238 它直接6-238都放在一起 不是人放的 是它自然而然就会存在 它就是 我这边有6框 里面有1%的6-238 那你怎么把它6-238 拿出来 因为你现在拿到 这一顿的柚框里面 挖出来的6 我就算用融化的 再把它凝结出来了 它还是一堆柚 里面是2-3-5-238的柚 238可能只有1%而已 那这一头柚有没有用 我这边就算把这些房间 存放了这种天然的柚 就是2-3-5-2-3-8的柚 99-2-3-5 1%的2-3-8 这一个房间 那么多的量没有用 它就不会爆炸 因为它打出来之后 你会被2-3-5吸收 它不会分裂 它也不会很反应 那怎么办 你必须把右2-3-8 先存化 存化成 右2-3-8 存了2-3-8 这边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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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摆了50公斤 都会爆炸 你怎么把这一顿里面的 右2-3-8 取出 10公斤 1顿10公斤 1% 要10公斤 事实上不到1% 怎么把那个存化出来 怎么做 先把右2-3-5 都把它拿去反应才能够 你看喔 右2-3-5的右2-3-8 是这样的一个混合物 事实上它是存物质 假设我们讲说 就算它是中子数不一样 就算是不同原物 假设就是这样的 定义上它是存物质 它是一个云象的反 云象系统 你怎么把分底 里面含右2-3-5 右反应 让谁反应 右2-3-5 右2-3-5 右2-3-5跟谁反应 不知道 所有的右2-3-5 可以跟别人做化的反应的话 右2-3-8 都会跟他打化的反应 那右2-3-8 让他先反应 右2-3-8可以反应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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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2-3-8可以反应 右2-3-8可以打出中子 右2-3-5打出中子 右2-3-8打出中子 右到左2-3-8 右2-3-8 右2-3-8 左1-2-3-8 后一个右3-8 now... 你把235變238的 你怎麼丟個中指給他 你看中指哪邊來 哪個捏子 捏個中指進去 不可能 這是有趣的分離的問題 實際上 我講 像科學家在做這種事情 他不知道怎麼分離 實際上那時候很大的研究 所有都在研究什麼分離 235跟238 而不是在研究原子彈很清楚 因為原子彈很簡單 放在一旁就爆炸 問你一次你拿不到東西啊 你沒拿東西啊 那 如果有一個關鍵 放進去 然後放自己上那 那那邊放在哪邊 子子有些他會形成新的元素 他形成新的元素 我跟妳講 假設這個又238分裂成兩個不同的子子處的原子的話 他就變成新的元素了 所以如果技術夠厲害的話 也有可能在發電子的時候 就很重要 就是我如果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就最重要的技術讓他 對 你講沒有錯 但是目前沒有這個技術 目前沒有這個技術 目前沒有這個技術說 我現在中指撞過去的時候 那我最好是每次金子 那個中指撞過去都產生金子 對 黃金嘛 凍 黃金出現 凍 黃金出現 所有的核肥料變成黃金 那是不是很好 爽啊 對啊 有藍芸 再不會有人來 就不會有人抱怨 核肥料放我家 不是 不用